大家好,我是爱玉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第二关物件辨识应用室圆神4.7活动 飞奔滩流的重唱全剧情流程 第二关也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发射方式从圆形变成了长方形 我们需要调整水平跟数值两个方向去击中这些球 在这一波大家可以看到是这关多出来的一种损色球叫捣乱球 击中它的话会损失一定的分数跟打破这个连击次数 所以我们需要注意避开它 其他的就跟第一关是一样的 也是需要打到2000分还能拿满奖励 这一方的币国家贵人 币国家贵人 得过几次模特币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